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点击shownote里面的声网开发者社区的链接进入播客页面 再点击留言送礼按钮参与表单填写 成功填写问卷后即可参与活动 如果你使用的播客客户端看不到shownote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关注后回复声网两个字 也可以获得参与链接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声网与金金乐道一起制作的一档播客节目 叫编码人生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几期了 小白你还有音效吗 没有我已经录到麻木了 当我有一个灵感就只管开始录 我根本不管我说第几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把我想录的节目录出来了 你作为一个效率控都不知道今天录第几节 我不需要关注 因为这个事是交给我们的剪辑中台来完成的 对于我来说 我就只需要直输胸易 编码人生这个节目制作特别有意思 别的节目所谓品牌歌客 咱都策划挺好 一期一策划 这个不一样 有些最近疫情闹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上海录音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记性的选题就特别多 这期跟大家聊点什么 其实这期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不编码的嘉宾 特别记性的那种 对特别急性的嘉宾 长得也挺着急的 来多长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是来自生活漫游指南博客的半只土豆 这个我来参加 还不忘给自己的博客打广告 来这个节目特别意外 这个毕竟是编码人生 众所周知 金鸣乐道是一个有无数栏目的博客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能参加这个 我三生有幸 对最想不到的一个栏目 对最想不到的 我以为什么金鸣有味啊 什么的 这些我都有可能插两句嘴 没想到这个我也行 这是作为一个老博客艺人的一个自信 就什么都行 只要你敢找我尴尬的一定不是我 对 没错 估计一会对我尴尬了 没事 还有跟我一块尴尬的啊 还有来自声网的卫星 各位编码人生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卫星 很高兴又来给大家录节目啊 也欢迎土豆老师来我们这串台 为什么请到土豆老师啊 刚才有点调侃 其实呢 土豆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典型的程序员 先给你归到程序员里 先归到程序员 刚刚认识土豆老师的时候 我很好奇你正经工作是干什么的 这个陆博客显然不是一个正经工作 对 这么艰苦的行业 因为我在从事另外一个艰苦的行业 土豆老师呢 是一个科普作家 他是给大家写科普书和科普文章的 所以介绍一下自己吧 虽然我在我们神皇漫游指南里面 介绍过无数次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妨碍在咱们的节目里 再说说你是干什么的 那个半只土豆是我的笔名啊 大家在这个 这些众所周知的平台上搜索 我的半只土豆这个名字 或者是我的本名姚勇佳 都可以找到一些图书推荐 我也是可以通过名字找到商品的人 所以我是一个科普作家吧 主要是面向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读过我的书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这个书也确实不是那么有名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这个智商可能都已经错过了 毕竟我们是写给小学生的 儿童科普读 对对对 大家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能看懂了 或者是我们小时候时候不是你写的 对对对 错过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科普作家 没事没事 这个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买的 我们这个书叫少年青科普 这广告你现在做到位了 又是下来把钱叫了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作为一个知名的大型博客 来这做广告是我的荣幸 不要商业互吹了 来给大家聊聊吧 其实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不了解作家 就是写字这件事情 代码没少写 但是写字其实写的不多 尤其写成书基本就没写过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行业特别神秘 神秘吗 特别神秘 神秘到至今这个行业还能养活一些人 虽然听起来像一个落日行业 但是其实还可以吧 就是我每天的90%的时间 都是在做跟科普写作有关的事情 剩下10%就干点不着调了 比如卢伯克 对卢伯克 当然也会抽一点时间研究一下 跟代码有关的东西 我确实是自学没成才的那种 虽然我以前学的就是计算机 但是没搞懂 但是这个思维 还是携带了自己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不会携带码 但我知道我要干任何事情 如果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 就不应该由我日复一日的去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突然今天想写一个事 你肯定要干一件事 就是先要搜索资料 对 我得把资料找全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想写 天为人是蓝的 我得先去找资料 这就是麻烦事 我先有个想法再去找资料 这多累 我就翻过来了 我今天我先把这地球上发生了 所有的跟科学进展有关的事 我先看一遍 我再决定我写啥 而且我一天能看一千条 那里面有趣的事多了 我还不能找出来 比天为什么是蓝的更有趣的选题吗 所以我就翻过来了 所以你不是先找一个要写什么 而是先广泛阅读 对 广泛阅读就有一个问题了 是吧 这地球上产生的内容也太多了 看不过来 传统手工艺人是怎么能弄呢 记住几个网站 每天先敲玉名 当然也可以用收藏夹 进去了把这些网站打开 看手页上有点啥 在我这个内心就通不过 我怎么确定我把今天的新闻都看完了呢 周老板有什么建议呢 我怎么确定这网站的新闻 我今天都看完了 要是我的话 一万万万 我就找找这个网站有没有RSS 说对了 你离作家 这就剩一步了 是吗 还真是 因为我还是经历了Web2.0时代 我知道RSS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 至今这个服务也没有死掉 还活得挺好的 你只要通过每年 什么100多美元买服务 就I know reader那个东西 他帮我把一些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还算靠谱的信源 大概订阅了有几十个 大几十个 然后他就帮我来 自动的帮我把所有的 今天发生的事全给我汇动进来 但是阅读压力非常大 几天不看就上万了 对 所以我一天到晚都在看 都在看这些东西 然后我一天光看这个 你说我从里面摘几个有意思的 那这太容易了 而且你看这几个科普网站都写这事 那他就值得写 还减轻了我的判断的成本 他其实反过来去判断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点像数据挖掘了 或者说有点像传统的那种 做网络媒体 之前那种网络编辑 网络编辑之前也是这种做法 就是你觉得有几个比较靠谱的信源 然后你每天就盯着他 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 把未读的信息读一遍 然后自己从中挑选出一些 比较感兴趣的点 对你看我们这个传统出版 终于追上了十年前的互联网 现在这么干的作家们多吗 是一个普遍 大家都是这么干了 还是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尝试 我觉得从这个官方层面上看 因为我也这个会进行 就是参加一些 比如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些活动 从目前我掌握的情况看 可能这些高手 要么他不屑于参加这些活动 要么就是可能这么干的 同行也不是很多 毕竟我就为了一天写篇文章 我不用这么大非周折 随便写点啥不行了 毕竟现在大家也不深度创作 因为读者也不深度阅读了 所以创作和阅读互相躺平 就也没人搞这么认真的事了 所以现在可能 我的同行们我不清楚 但是有几个公众号是知道的 他用的操作手法 应该跟我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每天追 所以如果我有时候速度慢一点 我这几天懈怠了 那些中文的都写好了 所以这就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还收集了挺多中文的写好的 因为这些选题你会发现 你也看看哪些选题被做烂了 对 今年如果你没写 你就明年写 反正它又变成好玩了 因为你现在写 大家就都知道了 然后大家这个记性 反正要不了很久都忘了 你明年这时候再写 就它突然又很有意思了 感觉你暴露很多商业机密 我没有问题 其实卓老板知道的 我想干什么 我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别人 我希望的是有人能帮我一把 况且这个行业这么艰苦 谁跟我争 又挣不了多少钱 是吧 所以其实我很多想法 我都是毫无保留的公开给所有人 他们要有用 那他们要写的快 我第二天看他写好的中文 我再抄一遍 不是更快 好像这个时尚圈也是这么搞的 对不对 就是流行时尚 那些衣服时尚也是这样子 感觉是差不多 他总是会轮回一下吗 当然咱们不做时尚 我们不懂 但是有做过传统互联网编辑的 卫星在这 就是我特别想问他 这个传统的出版可能是这样的 互联网的出版 或者互联网的内容编辑 跟他说的这些东西 跟土豆老师说这些东西 有什么区别吗 之前有一些类似的 就是在移动互联网 尤其是像出现这种推荐算法之前 跟土豆老师说的 大致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当时还是存在一些 比较大的机构媒体 这些机构媒体 它的信源 尤其是对一些 做行业的这种媒体人来说 基本上每个人 都会在自己的一个订阅 无论是你用ISS 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 你都会去盯着一批站点 这些站点 它会定时的给 它一般也会有一个时间周期 我以前做的时候 就10年之前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种做法 但是选题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 就比如说网媒时代的人 更倾向于那种 更抓眼球的事件 比如说谁家狗咬狗打架 这种肯定没人关系 如果有一天发现一个新闻 是人咬狗了 那肯定大概是这种路子 然后另外一趴是 会写深度内容 当时的几大这种门户网站 有几个那种做新闻的团队 包括后来那些人 都可能到各个公司去了 这些人是会写大稿 大稿和这种比较快的新闻 是两个路数 以前就会做专题 所谓的专题就是网站 一个事件 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事件的话 我们会把跟这个事件有关的前因 后果背景信息 以及未来发展 还有什么专家的点评 全放在一块 这样的话就会做成一个大的专题 大概是这样子 对 这听起来我们干的事 基本上一样 直播我们印在了纸上 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年追上了 但是你看你这个行业的人 就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就少 他们就多 他们就成体系 从规模的在用 这是最大区别 而且那时候一般的这种大的网站 咱也不能说是机构媒体 就大的这种跟传媒有关的网站 自己会有一套信息收集系统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爬虫系统 他会去在后台去爬很多东西 你直接在自己的系统里面 选的一些信息就行了 就CMS系统 我知道 其实我一度想试试这个 后来又发现这个事 不适合我们传统写作 就是要这样的话 我这一天我就看不完所有的内容了 就是他可能帮我收集的东西 就过于多了 因为我多数时间是看标题 是的 其实媒体也是的 当时的就是只看标题 看看这个标题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 你再点击去看里面的内容 小白有什么要说的 对 其实刚才听他们在聊 这个信息收集这个事 因为我自己其实平时也有这种 输出的诉求也好 是这种欲望也好 我会经常看非常多的文章 包括像刚才大家说 InnoRadar SS 其实我也都用 但是我自己其实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 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改进 就是我们通过RSS 把这些信息收进来以后 看标题 这个是一个最初步的 但其实还可以再升级 特别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技术的 不断的迭代 我们过去不好做事 现在可以非常简单的做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咱们看文章 我们除了看标题以外 我们要看内容 对吧 但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现在所有的AI平台 都有个功能叫做文章摘要 它可以用算法帮我们去生成摘要 是的 我其实后来一直寻求技术支持 就是希望能帮我把这种信源 帮我迅速生成一个摘要 这是摘要问题 对吧 除了摘要以外 往往他们还会有文本情感判断 它可以帮助你判断这篇文章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还是一个平的 这个对于做舆情会比较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去写篇文章的时候 对于我们科普来说的需求 是帮我把里面的事实抽出来 对这个可能就是要单独 要去训练一个AI 但是像这种比如说很多很常规的AI 过去我们没有的 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 而且非常简单就可以介入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整个的阅读工具上 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的感激的点 对我觉得那个 那叫InnoReader是吧 对 InnoReader 我就是读错了 其实它里面特别有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通过大家的浏览量 标出它的那个阅读上升的热度 它可以用橙色红色和火焰来表示它的热度 这个本身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判断 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其实它每天标题我就要看上千个 我很累 因为都是英语的 当然都是中文也够呛 但是英语的我又费劲 所以我肯定浏览器装了一个付费插件 把我们变成中英对照看 因为有些翻译它是变成的就是纯中文 对我来说这个功能不行 因为我必须看原文 然后全看原文也很费劲 因为看不懂 毕竟科学的每天的进展 它全部用中文写我也看不懂 所以还用了一些那种中英对照的插件 这也是付费的 大概三个月三十块钱还是九十块钱 就帮我变成了中英对异的 听上去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土豆老师其实是一点编码都不会 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 但是这中间整个的流程是充满了编码思维的 对 我总感觉是你是因为是一点编码都不会 但是你其实是用了编码 或者一个工程化的一个思维 把这个写东西这件事也给解决了 因为你看了 我在Indorator里面 就算我觉得它值得写 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不可能说 我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 对吧 那也太old school了 所以我就在里面点一个标星 收藏 标星之后 我可不是进到Indorator收藏家里面看 因为收藏家会异常的长 对 然后就算在收藏家里也不好处理 所以这里面要用到两个神奇的服务了 就是IFTTT 对 自动化流程 我在里面写了一个 脚本 这叫什么网络粘合器是吧 我在里面写了一套东西 它里面呢 我写的是IF Inorator 我点信号了 但在我的TREALO的某一个list里面 加一个card TREALO里面它就标题 就是我的文章标题 它的里面的那个description吧 描述 描述 就是这个网页的 就是RS 其实提取的是一部分 当然有个别网站是全文输出的 全文输出的话 有时候那个卡片就会崩溃 对 当然没关系 反正它一定会正常运转的 至少标题是可以看的 我的TREALO里面是这么几个板 一个叫做 我觉得可以今后慢慢看的 就是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一个又像收集箱 又像垃圾箱 就是介于收集箱垃圾之中间的 不舍得扔 然后其实主要用三个 一个是进来的 进来的部分 就是它相当于我在那 随手一点信号 它就会在这游 然后我在Innovator看完之后 所有东西都变成已读以后 我剩下的时间都在TREALO里面搞 然后我这里面会再来一遍 因为今天有太多随性的信号 所以我可以把很多的不想看的 按那个键盘C 就把它存档了 就不见了 然后我今天可能最后会选几个 扔到就是我另外一列 我认为我下一步时间 要在这一列里面深加工 然后我们就有两个小助手 他们每天会替我写一些 就帮我用另外女性视角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他们会大概的写一些 然后我就会在第三列 就是编辑完之后 拖到第三列 第三列就是我确定定稿了 这几个是要用的 然后就会有人帮我 就是做下一步 给编辑部安排工作 所以我的整个收集 是Innovator粗读 然后点信号进入Trello Trello有个板子里面 也整个做流 对 然后再筛一遍 把最后认为什么值得写 我就放在一个专门的区域里面 然后下面这个Trello又不要用了 因为啥呢 这个Trello这个卡片多了之后 浏览器特别卡 涂老师找我装过电脑 需求是什么 我Chrome开一堆Trello的卡片 不会卡 这就是它的需求 我以为它需求要打游戏呢 你知道 不是 结果买了一台高配电脑 买一台高配电脑 很大内存的电脑 就为了用浏览器 对 我所有买电脑的需求 全是浏览器卡不卡 就是我没有别的什么具体需求 当然我这一个需求就高配了 就是普通电脑是带不动了 因为我的Innovator 也会一口气刷出几千条 然后我一直向上滚 它一直有 所以最后浏览器会很卡 直到换了特别高配的才不卡 然后Trello太多了 我是不卡了 我还有结作者 他们卡就普通办公电脑 所以你不能在里面 堆无限多的卡片 而且我试过 超过某个之后 我都把Trello用出提醒了 说这卡片太多了 你们谁都没有见过那个提醒 那个太夸张 那一年咱们好像有几千个的那里面 就是谁打开都崩溃 最后我每次按存档键的时候 那卡片 按一下 那卡片等五秒钟才存档一个 Trello那个提示是 你确定你的电脑内存足够大吗 大也不是 就是提醒快要什么达到上线什么的 因为这个上线极高 就没有人能把Trello用出几千个卡片了 就我用出来了 主要是大家也没想到 还能突然到这个地方 还能这么干 对 Trello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 就是你往上丢什么附件啥的 好像这东西胃口特别大 而且你搜索到过去的历史 通常都会搜出一些 特别奇怪 又很有灵感的东西 我相当于那个Trello的搜索 有时候也会用 经常会用一个主题词 搜出一些 特别有奇妙联系的选题 就正好写出一篇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后面就要运用到一个 国产的一个类notion办公软件了 你就直接说吧 是不是多为表格吧 是 非说同学打枪 非说同学打枪 非说他那个表格就是由我们写我的小秘书 是人类 他帮我把Trello里我们要写的东西 就会沾到那个非书里面了 不能用一个自动化的脚本解决吗 但是你不会写代码 不会写代码 OK 问题卡在这 比如说IFTTT 其实如果有那种 比如说IFTTT能真正变成了 如果我在Trello里面 在某一列放了一个card 自动帮我在非书的多为表格里的那几项怎么填 我就不需要这个人了 小白露出了微笑 一会你负责来点评他这个技术战 对吧 如果非书有人愿意搞一搞这个的话 反正至少对我们这个监控行业 还是至少可以节省一个人 不需要手工从那里面折腾到这了 卫星老师是不是已经都听傻了 这是写文章吗 这感觉就跟我们之前日常处理新闻信息类似 情报分析 对对对我也用InnoReader 我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ISS用户 我也在InnoReader里边点收藏 然后InnoReader里边本身 它连接了一个别的服务 就比如说你可以一键 就是它有一个按钮 你给你的Evernote 给Evernote 就是相当于两个账号登录之后 有一篇文章你收藏了 然后你收藏了在Evernote里边 就是Evernote里边 它有一个功能 你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 把那整篇文章存到你的Evernote里边 这个我用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考虑了 就是我曾经是想试图在Evernote之类的东西 进行这个后续的操作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里面的文章数比较多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卡的软件 你每次点一下它都愣住了 就是我曾经放过三万篇文章 三万篇 后来我都清理掉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用这个软件了 我发现它不能解决 它本来想做all-in-one 但其实它连基本的点开 马上呈现都做不到 它点开它每次都要愣一下 它对于我们这些写作人来说 愣一下意味着灵感的流失 就是我本来想起一个事 我要去搜 结果它在操作上 把我的事情给磨损掉了 我点开之后傻了 我刚才想的是啥事来着 然后特别是它每次要弹广告 那个X不好找到 我每次关完都忘了要写啥了 这就是我不用这个软件的主要原因 当我有来了灵感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 它那个广告关不掉 急死我的那个X怎么也找不到 然后灵感丧失了 所以后来我全面转向了一些 比如说markdown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更干净一点 当然这可能是后话的 其实后来作为表格 解决了我们团队一个 比较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数字资源管理的问题 其实我大概选题 我就用这种方式 我没有写过的选题 好几千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题库 我为什么现在 从以前先有想法再写 很痛苦 就是时间大量花在搜索上 现在其实我也是搜索 但是我有任何选题的想法 我都借助内力 就完成了整个搜索 别人跟我说 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都说没问题 因为这几年 靠这种方式积累下来选题 几乎想写什么都有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用法 就是当我要找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在我脑子里有印象 我曾经在我的ISS里看到过 而且我一定收藏过 这时候我就会到 要么我在我的那个Inuruna里边 我在它的搜索框里就会搜 我一搜 在我的订阅园里 它就会把很多之前 我读过的 就是点过收藏的 都会搜出来 对 有时候一些奇妙的选题 用这种方式搜最快 因为你去那个真正的 广域搜索情情里面 反而不好 不好 然后比如有人说 就是你能不能写一个跟 比如说简单的吧 就是你能不能写一个 跟猫有关的 那很快就能找到一堆 然后有人说 你能不能写一个 跟尿液有关的 也非常好玩 是吧 为什么这哺乳动物 都要尿21秒 你很快就能找到一堆 经过初步加工的 然后那些选题的来源 都非常好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你看我们这个 整个工程里面 有非常多细节 对 我发现你这事情 真的不简单 不简单 因为会出现啥呢 我当时写过的 这个新闻的摘要 放到哪了 但是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当时存的一个链接 它会失效 对 所以我们加入了新的流程 然后我在Chrome里面 装一个插件 任何一个网页 我都是要进行本地存储 就是我不允许这个网页 到需要的时候 它消失了 因为有些网站 直接整个网站没了 就是我当年基于这个 写了好多东西 一个都打不开了 而我现在的问题是 那我不能光存这个网页 我还要求它是中英都有 这是一个极手工的过程 首先第一步 打开这个链接 其次呢 用我那个翻译插件 变成中英双语 由于这个懒加载的出现 我这个英语 不是说我摁一下 全文的翻译了 我必须把网页拖到底 然后等一下 这么专业了 现在都 懒加载都懂了 这你马上就要抢程序员的饭吃了 不行 我还是要依赖程序员的 然后呢 拉到底 它才会中英都呈现 然后用Chrome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会设置 然后我会用Chrome另外一个插件 为它形成一个快捷方式 我在键盘上一按 我这里有个问题啊 涂涂老师 就是你刚才讲了很多 你的这个整个的工作流 其实就是从信息的 如何你每天浏览很多 然后筛选 筛选完了之后做加工 然后做完加工之后 再做深加工 这个过程 你是也是基于浏览器在做的 或者是都基于一些 在线的网络服务做的 你有没有做本地化的东西 有啊 那些网页有都存成本地的 HTML本地文件 就存在本地硬盘里 对吧 对 存在本地硬盘 因为我的确吃过亏 当我想打开的时候 这些网页 甚至网站都没了 所以就吃亏了 所以我后来就越攒越多 PDF和HTML文件 HTML文件的这个存储 也花了一番功夫 因为好多插件 存的网页 要么都丢失一些东西 像拍板很奇怪 对对对 要么就是跟我的 那个翻译插件不兼容 就是我翻译完之后 它再存就变形了 就找了好多 终于有一款是正常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这个服务会不会某一天 由于网页技术的演进 这个也失效了 都有风险 反正不管怎样 我至少要把中英双语 这个就存下来 从此以后 我就不害怕这个网页 突然丢失了 就我特别能理解 土豆老师 他这个整个工作流里边 做的这些工作 因为我也有这种担心 比如说我看到一篇 很好的文章 然后这文章非常好 但是因为它写的比较深度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花时间 就静下心来 脑子比较清楚的 去想去读这篇文章 然后以后我再去读的时候 可能这篇文章就不见了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些文章 存到在线的 无论是Evernote 或者什么上 就往那儿存 一直往那儿存 一直往那儿存 存完它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排版我不喜欢 我想按我的方式去排个版 所以我一般 如果我时间充足 我就会把当时存的这个东西 马上回过头去抽时间 手动的把它的格式 按自己的排版 比如说用麦克当的方式 或者用什么我喜欢的方式 再走一遍 再过一遍 然后再存到我的一个地方 所以卫星老师 您是一个程序员吗 很抱歉我也不是 难怪充满了手工的过程 我在想 程序员还要做重复性的工作 是不是有点犹如这个行业了 对 就是程序员 他们就特别喜欢偷懒 但是咱们不会 所以咱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对反正我不是动手拍的 我是尝试拍的 反正把所有插件下下来试一遍 如果成功就成功了 不成功就接着试 然后我曾经一度是想都存为麦克当了 就是发现图片是太麻烦了 我又是存成那个贝斯64 又觉得又有点太大 你不能存贝斯64 存贝斯64有一个问题 你的那个markdown阅读器打开的时候会崩溃 因为如果突变多 那个转码太长了 是 我就是搜索发现的这个问题 即使我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小白老师 给了我一些回答 后来我一搜索发现这个方式不靠谱 还是这个古老的传承下来的文件格式最靠谱 比如JPC 对 你就存个本地 然后再一个写一个绝对地址不就完了 对 所以我后来 我这本地文件就越来越多 我们是有一个工作组 还用群晖服务器搭了一个就是内部的分享 因为你除了在线的服务 你必须有本地的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们规定了好多文件名应该怎么起 我这一点也非常有感触 我之前我们team协作的时候 用一些协作工具 我发现这些即便是非常简单的在线协作 大家的文件命名也会毫无章法 然后当时间久了之后 某一个团队的成员他可能就离职了 然后你去搜他的一些什么文档 你无从下手 你不知道从哪搜 你用关键词搜不着 然后你用什么什么也搜不着 可能你会发现 他用的是一个非常口语化 非常项目里边 大家内部称呼的这种方式 去存一个文件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命名规范 有三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年月日 第二个字段项目名 第三个字段 就是或者是项目负责人 或者是版本号 比如说这是什么β版 还是什么版 我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类似吧 就是我们通过给文件家认真命名 和文件本身认真命名 解决了绝大多数 就是我今天这个东西的 所有资源在哪的问题 因为它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有些是来源于一些 视频里面的内容 在文档里可以注明 哪个视频第几分第几秒 这个人说了什么话 这是来自于一个事实 这是我们编辑一个工作 叫事实核查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也是一个资料 这个视频 他说过这个话我得留下来 所以也是存在 就是说一个文档 他的所有的资源都在哪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用群晖 做了一个同步文件家 所以你是用 就比较传统的那种 文件管理的方式 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你没有试过 标签云这种方式吗 不会的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编辑是一个特别 就是说传统的行业 没必要把这个事情 搞复杂到后面的接手人 难以去适应 如果他能用文件名解决 就不要搞复杂了 甚至我要求文件家名 如果弄清楚了 里面的名字你可以胡乱写 因为我们的文件家名 已经说很清楚了 里面的文件名 你可以随便写 但是我们的这个图片 是有编号的 总之我们就是 可以预见未来 这个文件名很重要的时候 就认真写 我们认为 他以后这么多年 也对我们工作 没有影响的部分 就随便来 就是我们一定要说 遵循人的内心 既然你想胡来就胡来 只要我能找到就行 当然我们主要的部分 我们都是成熟的 所以我们就是 反正有在线的一套管理 然后还有我们本地的 一套文件存储方法 另外我们的同步文件家 定期要清理 防止占用他家过多空间 会挪到另外一个存档的地方 这个管理员能看 当然你们随时需要 就随时再给你考一份就行了 我们也是有一套文件管理方法 然后所以 其实我们的这个 整个这个流程 用了各种各样的系统 只不过是 程序员可能会用一些 自动化的手段 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了 对我们中间 绝对离不开的是人的管理 绝对离不开 其实这里面后来就是 我们把它优化完之后 发现就是 人的工作 在整个系统当中很重要 就是你可以用自动化 让这个资源流动起来 但如果它都是自动的话 那你的灵感从哪来 你从来都是看了个标题 最后它不可能变成文章的 是的 只有你在一遍一遍 去整理这些资源的时候 脑中才会迸发灵感 鸟是这么导航的 鱼是这么知道路线的 你会发现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一本 这些动物都是怎么辨别方向 回到它遥远的家的 把资料联系起来的能力 这一定是人的灵感 以后也许AI可以解决这件事 但是我相信目前来说 我用这种东西 朱老板应该见过吧 我还打印过 打印过 我把我几千张 几千个选题打印成小卡片 我以后就拿过来看 我发现随便抓一把 他这几个选题毫无关系 我发现这五件事 这八件事 我可以写一篇文章 因为它们之间是有内在逻辑的 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鸟跟那个鲸鱼之间 能发生什么联系 鸟可能是靠磁场去感应 当然鱼可能也是磁场感应 它们是怎么导航的 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就想出来了 然后我就属于我们 就是一直在攒资源 怎么出书 我觉得有点像 微信老师刚才说那个专题 但是我们的书也是 就是通过我们日复一日 这样的积累 最后我们发现 好 今年的目标出十本书 我就把我的稿库打开 里面已经有1000多篇了 我就看看怎么去 给这些找到一些逻辑 把它编成一本书 也就是说 土豆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些 就我听起来 其实跟以前的 我做媒体的时候的一些做法 类似 我先把大量的 我认为重要的信息 然后按我的方式 然后对它命名归类存在那 然后等到我年底 年终盘点 我说今年整个IT行业 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要写一些什么这种年终总结 下一年技术发展趋势展望的时候 这个时候存在那些东西都有用了 然后捞出来 对 你看我做图书 已经算最先进了 终于赶上了十几年前的互联网 操刀方式 所以以后我们感觉效率提升 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毕竟我们虽然我已经用起来了 但是还都中间充满了磕磕磕磕 其实这个东西搭建了好久 就是我中间我甚至还花钱买过一些代码 因为我也不想 我也不会写 其实这段代码的一共就几十行 但我就不会写 去淘宝上找一家 淘宝把我的一个需求一虚数 他说可以搞定 然后他远程帮我装一个小东西 然后再把那段代码给我 就运转了 我不会写 但是我可以出点钱 小白老师也是 有空的话 与其我让淘宝赚了 就是你要 你要是 当外包是吧 对你要是就紧实行的代码 我现在小白老师可能两下已经弄完了 对 对 这钱还不如就说咱自己 然后小白老师在淘宝上找一个 对 这才是互联网思维 别啥事都自己干 有道理 所以徒老师 你前面这些流程里边 你觉得比较耗费你的时间的部分 是哪些环节 比较耗费时间的 就是把网页中英对照 存到本地 因为他得拖到底 对 这个特别费事 我中间其实他提供的那个API 我自己这个看了看 觉得吧 既然我没有小助手干这个事 我也没有动力去淘宝买一个 况且我自己觉得这个过程挺享受的 我就是反正也不用我具体干 另外反正我也觉得这个事 他们也是一个阅读的过程 就是如果有这服务更好 没有的话 反正不是个困扰 就是我觉得不如前几项 那个自动化来的那么重要 你要让我把这个Inurator点完星了 再给他手工挪到Tradle里 那我就疯了 那这事就断开了 就是到Tradle再往后就可以 但其实真正挖掘我们这个选题过程 其实最后是这种中文LayNotion的 这样一个服务 作为表格 其实给了我们这个数字资产 一个特别好的管理 你看一般这个表格只有航和列 对吧 像我们这个管理 它就是缺失了一个问题 就是缺失了一个 如果这个表格它是立体的 多一个轴我就解决了 但多一个轴 它不就成XS 就不是Excel了对吧 但这个我们可不会写 对吧 我不可能为这个事写个XS 我把过去东西搞成字段啥 那我就累死了 但是这个多一个表格就实现了 你比如说 我把我过去没有写过的几千个选题 我建一个表 然后我第二个表是什么 我把我们公司的整个商业机密 就合盘拖出了 没关系 你们学会也学不到它的 反正肯定用不 几千篇文章它在那放着了 对 这主要是它最后都产出 而不说流程 第二个是啥呢 就是和第一个类似 它是一个总稿 总的选题库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小秘书 把它给弄乱了 有时候误操作 所以我会把当月的新涌线 放在第二个 我定期的把这个月的 挪到总库里面 这俩其实是一个表 只是防止有人误操作 然后再往下一个是什么 这中年来了 我前面那是选题 那是素材 对吧 它们会产生文章的 这个文章它现在 我用这种方式 我们积累大概有1500多篇 然后我会把这1500多篇 是用了哪些素材 我会用一个连接的方式 这个多维表格后面是能连到 我这篇文章 用了我过去哪几个卡片上 其实现在不是正火的 什么卡片写作法 其实这玩意一点也不神秘 什么李敖 以前钱中书他们用 都是写大量卡片 最后成为大作家的 就是把你觉得 这是一句话写一张卡 那个是一句话写成一张卡 我就对小卡片写了五六千六七千张 然后但是呢 我这个东西写过没写过这么多 我可忘了 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常年干这个的 我这个科普已经有 十六七年的工作经验 我完全不记得我写过啥了 就得靠这个连接这个功能 找到这个卡片 有没有被用过 被哪些文章用过 所以的话 我这篇文章用的是 我哪几个卡片上的素材 我现在就可以很好的管理起来了 如果过去Excel的话 这个工程量就非常大 也不是说做不来 我们天天发一个十几兆 二十几兆的文件 反正也够烦的 而且很可能就版本交叉了 我们就不愿意干这个事 这个多维表格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后接着 我们更重的资产又来了 就是书 就是书是坚决不能 比如说你过去的选题 用的这卡片用虫的 其实问题不大 别人也不知道 但是我这书用过哪篇文章 没用过哪篇文章 这可要了命了 而且我们的书也越出越多 都出十股本了 我甚至有些文章 都没有读过我们的书 因为有些是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他编的 就是这个书可能没有完整读过 所以我们的小秘书 就要把那个书的目录 一个一个找 就是我们这本书 比如说有25篇文章 或者30篇文章 我先把我过去这个稿库里面 用过的稿要做一个标记 那我就有一个命名法了 就是第一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它用的是我们过去的哪一篇文章 又建了一个连接 这样的话 我用那个筛选功能 我马上就知道 我剩下这十本书 可以用的稿子是哪些 对吧 他已经把我过去用掉的 那个300篇500篇文章 都筛选掉了 因为他跟我们的图书建立的联系 这样我的数字资产 就靠多维表格就完全连接了 包括我们有时候录播客也是 我也忘了哪些讲过 哪些没讲过 只要做一个标记 这集用了哪些 我很快就知道 我过去的最初的素材 用到了哪些文章里 这些文章哪些出过书 哪些没出过书 就全都一目了然了 我们的整个 其实出版很讲究资产管理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印象 说这个哪个用过 哪个没用过 全靠人坐那回忆 一定会出岔子 因为你这个出版工程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了之后 就没有人知道 过去这么一个实用情况了 所以就是这个多维表格 拯救了我们整个的数字资产的 一个有效的运转 当然了 能实现这功能也很多 最早像Notion什么的 这些是都有 所以你选一个就可以 你有没有遇到说 我的很多 就比如我们整个工作流 可能从开始有选题 到最后出文 到最后出书 它中间有一些环节 分别用了不同的工具 当某一天你发现 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工具 或者是这个工具 它这个公司不再做这个产品了 你这个数据要迁移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数据要从这个地方 导出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方面的问题 你是怎么考虑的 卫星老师 你提这个问题太好了 你刚想就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以为你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事非常头疼 对 我本身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比如说你说Evernote的问题 其实我也遇到了 我也是后来遇到了 当我已经把 我没有那么多 你可能几万 我可能是几千 可能两三千篇文章 都在Evernote里 我发现以前Evernote 你导出的时候还比较友好 现在你在导出 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Evernote 现在好像加入了导出限制 像印象笔记还能导出 导出之后 有一个叫雨雀 那个转入的是非常完美的 基本上很少有什么差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东西 我现在越来越少依赖 这种网络的东西 就是我确信 任何一个服务的丢失 我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补偿 比如说你 当然揣到要没有的话 还挺头疼的 虽然有那么多做卡片的公司 但没有一个愿意跟IFTDT能 其实就是这一步没有打通 这一步没有打通 这回头让白老师给你写个脚本 其实就可以打通 然后比如说Andal Reader没有了 其实我也不太担心 他只不过 就是ISS这个服务 我都感觉IFTDT没了 对你来讲影响 那就疯了 没有这个网站就疯了 当然还有那个叫什么 Zapper 还有Microsoft Flow 对反正还有类似的 一个倒下 反正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我早期用户 IFTDT 我一个月这么重度的使用 竟然还没有收费 真是这样 太收费了 因为我只用三个以下的服务 我只用了一个服务 还有两个名额还空缺 没什么用 之前还用它收集过什么图片啥的 还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IFTDT 这个网站应该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另外我其实这几个网站 都是国外的 它们之间流转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而且就算 非数值多位表格出问题了 其实它用Excel导出 它只不过就是关系点开 没有那么方便了 不会弹出一个窗口 其实这个关系的表示还是在的 它可以相当于变成Excel里面的 好几个工作簿 所以我其实也在做 所以你会判断一下 这个软件 或者你现在使用的工具 能不能方便的去做迁移 我不考虑 因为什么呢 对于我们写作来说 更多的是关注我的资源 怎么管理 如果它没有的话 我就再换一种方式 因为我也无能无力 改变互联网的现状 如果有的话 其实我希望这些服务 都能all-in-one 但是all-in-one 最大的障碍在于 其实这工程一点是不小 你听起来 是不小 对 而且你这里面环节那么多 涉及到你怎么去把RSS 变成我自己的阅读 对吧 我曾经想用Wordpress 来搭一个天天去抓 后来发现 这个Idle Raider不是更好 等于说 如果没有Idle Raider 我可能天天就在 Wordpress后台里面折腾这个事了 可能顺带连编辑都做完了 反正是在后台看 对 但是反正你有更方便 就先有 而且我相信 反正这些玩意儿 就是他没有 我就再找一家 无非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 折腾特别痛苦 中间肯定是换过什么东西 这些也是真正用了 好几年才实现的 所以他让我们这个写作 就越来越快了 还有一点 以前其实给 就是我不可能文章 都是自己写的 其实我还会有 二三十个作者 过去传统约稿都是这样 编辑给作者说 你能不能写这个 作者说 行我找找资料吧 过去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现在我不是 我现在给我们的科普作者 派活的时候 是你都给找好了 我都是把今天这十个选题 你们谁愿意写啥 你们自己去小秘书那儿报备 小秘书 跟我有一个同步文件夹 由于我们都是管理好的 那里面大概有四五个 已经存好的 那个中英对照的网页 我连选题简介 带着四五个网页 压机丢尾他 他已经基本上 那他就是把这个人 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操作步骤 他这个人的工作 是个性化的输出 因为事实就那些 自己的写作风格之类的 对 我们要的就是作者写作风格 如果你只要事实的话 我认为找个写作工具 都快实现了 但是每个人写出来 都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因为这才是文章 创作本身的价值 对 因为事实就在那 你对着抄都不侵权 因为这是实验室 做出来 发出来的文章 就是你有100个科普网站 也是基于这篇论文里面的数据 还有它这个背后的故事 结论 故事 最多你往前做一步 你能采访的这个团队 他说点那个 就是题外的 文章里没有的 对 他那个论文里没有的 所以这个事实的部分 你就是对着一字不差的 抄你都不侵权 所以都到这份上了 你干嘛的 就是用你的理解去写 比如要我写 就写的比较搞笑一点 就是用我的理解去写一写 就是你这个话 你这个开头 你这个结尾 你换一个人写 都是这个事实 他写和他写就不一样 我们要的最后 全是风格化的本身 说到底 最后由于我这套工作流的打造 我们的作者输出的都是风格 他不再天天去埋头 去找资料了 所以我们现在日更 才能实现 如果按照传统的创作方式 这个日更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你找20个作者 跟他们说 你去写一个这个 你去写这个 主编也类似了 然后作者也类似了 现在我作为唯一主编 我就每天 我就直接就派包 直接扔给你 你只需要把这几篇文章读一遍 你也能说 这个有意思 我这么写 这一篇就做到了 有意思 而且我并没有抹杀他的创作 因为科普本身 就是找到事实和基于事实的 其实你反而是降低 他之前的大量的重复劳动 没有到他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对 没有意义 而且有时候 这个有一好处 写着写着发现 自己这一篇曾经写过 因为这个研究 它是过些年 它会滚动往前延伸 和有新的东西 咱说一个最经典的东西 光合作用 最近研究这么多年了 在里面核心的部分 我还没弄清楚 中国光合作用的研究 是世界顶尖的 但它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研究 它很复杂 复杂到到现在 没有彻底高动 我们人类甚至都已经 可以比光合作用效率更高了 当然更贵 都已经越过的自然法则 可以让整个的光合作用 效率更高了 你说是那人造淀粉吗 差不多 就是那个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 就是说对光合作用 所有的事情 搞得一清二楚 它现在依然在研究 当然中国这个研究 也是世界顶尖的 一发就是顶堪 是在北京 应该是北京植物所 所以你看 其实我是相当于 把科普的创作 作者培养的门槛降低了 我让很多不会写科普的人 尽快上手了 因什么呢 你过去培养一个作者不容易 你跟他说你写个啥 这作者肯定一头蒙了 我入行时候一头蒙了 写什么 我是谁 今天写啥 今天说他资料 一个月我能写三篇 感觉我这个人都快累死了 我啥也没干 一个月天天坐那搜资料 找东西写文章 一个月写三篇 感觉整个人都透支了 就是很累 然后还掉头发啥的 现在我觉得每天做这个工作 属于半享受过程 因为我们公司 没有什么老板员工啥的 我也不用拍谁马屁 不用表态 我现在觉得整个每天这个过程 就是在享受这个 哇塞 这科学家这么想 挺厉害 咋琢磨呢 现在变成了 每天的科学家脑洞欣赏会 所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比如说过去我们想弄清楚 一个保护区里面都有什么动物 是吧 你不得什么 又是红外相机触发什么 那一堆天天咔咔拍是吧 后来发现有一种神奇的生物 叫那个马黄 就水质什么呢 他不是老喜欢趴身上吸血吗 对 这玩意儿他有个毛病 光吸他不消化 他吸完之后 他得四个月才消化 所以逮他就消了 逮三文治这个 一分析就知道 这一片森林里面都注查动物 就分析血液就知道 因为这玩意儿 他天天就吸血 他吸完血四个月都消化不完 这血液只存 他能比自己这个身子 能膨胀十倍 但是其实 当然他并不消化 这些血液是原封不动存着的 所以科学家逮三文治这个玩意儿 回来一怼开 然后一个化验 去除马黄自己的DNA 现在就是特别流行的 一种物种调查方式 叫I-DNA 就是环境DNA 然后一下就测出来了 这一片里面是什么 这个研究是中国云南做的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就是既有脑洞 又有分析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 你一写这个 你就可以往回延伸 那以前是吧 不都是红外相机 天天逮这个逮 实在不行 就是那个蝉屎 屎笨 对 跟屎吗 我记得以前倒是 那个简屎都算是 近些年的一个重大突破 以前非得逮住 后来发现屎里面 就是由于我们的技术突破 这个换页屎就够了 再往前 你不逮住这玩意儿 就得抓活的 以前就得抓活的 这后想起了东北火 以前得抓活的 现在可能我们 不管是找马黄 还是找屎都可以解决了 对 就慢慢你就发现 每天就是看几千条 就是看 哇塞 这个科学家可以 这个脑洞 咋琢磨的 所以你就写这个 慢慢 每天你看这个 你也不是很痛苦的 就以前写作 对我来说很痛苦 以前不会写作文 这是工作之后 迫不得已学会的手艺 所以现在我就把 整个写作流程 变成了一个过程 最后所有东西都收集完了 你就差去输出 你的个人风格就可以了 所以卓卓老师 你们写作的时候 用的写作工具是什么 工具 那个发音好困难 叫什么 Scrivener Scrivener 那个写作工具 就是不是常规的 像我写东西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要么是MacDone 要么就是用一些Office软件 MacDone我很喜欢用 但是 其实我这两个 会切换着用 因为我今天觉得 如果图片不是很多 是一个小型的 只写一个1000多字的 我也是用MacDone的 这很方便 几个字写完 反正剩几个图片 往那个文件夹里扔就行了 我们还是重度依赖文件夹的 OK 但是比如说 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好几万字 这种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写作工程了 它就跟大家剪辑视频 剪音频一样 它变成一个工程了 你可能一口气干不完 对 你不能今天一次 就非得干完 然后保存了 所以你要分多少写 然后有大量的资料的参照 这样 对 以前是用Word来实现的 反正你就把它设为 一级标题二级标题 你也可以 是的 然后这一段文字 你突然想提到前面 你去导航的里面 把这个标题往前一拖 它整段就过去了 但是发现这个就是 Word还是一个 虽然它通用 但是还是缺乏一点 这个写作乐趣的 因为你要我歌之前 味着已经很先进了 后来不是大家 还是手里有点闲钱 又有人开发这种玩意儿 你就可以买一些 回来试试 最后就发现 这个还挺好用的 就是Markdown 是属于排除了很多干扰 只要看字就行了 对我来说很好用 但是它不适合重度写作 一旦我的这个文章很多 我就天天在那儿 就是把这一段剪切 然后广标划划划 划了好几千字 我想把它搁哪来着 只好Command Z 又给它放回去了 就是这个过程中 你已经又把它给磨损掉了 就是你的灵感又丧失了 所以后来就发现 这个软件还挺好用的 就是可能已经开发到三了 可能就一二百块钱 我也网了 二百多块钱 不到三百 永久的吗 21年 永久的 永久的 那个是买断的软件 因为我也买了 它这个单机 它也不联网 它没什么后续服务 这个发音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 节目简介里 对 这个我刚才 我自己研究 就是Script Winner 它应该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它前面是Script JavaScript的Script 然后它后面是一个Winner Ventu的那个Winner 然后接近什么JavaScript的 那个发音 反正就是这个 不属于常规用词 然后它的英文单词 试意是书记员 人家这个词 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对 它其实对于那种 像写一本 整本的小说 可能用这个更好 因为我看它有一个 推荐语 就叫什么村上春树 也才用的写作软件 其实确实对于一个 大的写作工程来说 很有用 它可以分成三栏 左栏呢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导航来看 中间是你的写作区 然后右侧的是你的那个 就是它内置了一个 特别强大的各种文档 都能打开的一个 就是浏览器 然后你的PPT PDF Word TST 就这种常见的 包括那个什么 一些常见的电子书 什么EPOP 什么的 都能打开 那是很强大 都能打开这样的话 超多不就容易多了吗 反正写作 主要是以超为主 对 我想到那个 好莱坞那边 有几个写科幻的大作家 他们到现在写那些剧本 然后写科幻小说 都还是用一些 DOS时代的软件 对 我也听说 没毛病 我觉得当我看见那篇文章 我心说 那不就是markdown就可以了吗 对 但是他们一直用那个 我以为说 这个作家写作 是不是要用Latex 这种东西去写 没有 作家都很跟不上时代 像我这个 就有点过于跟上时代了 Latex那个是写乐玩的 对 和公式编辑 因为公式编辑对我来说 就是目前拍不上用场 或者说时代偶尔一两个 你就图片就行了 Latex的那个排版 印刷排版非常非常好 是 你要印刷排版 我用word也能排出 书籍那种水平的 我对 毕竟已经跟word 已经斗争这么多年了 它啥功能 不说都会吧 反正就我觉得 你让我用那个排书 它差不多能排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 我天天折腾 那个我就烦了 然后你把那个 就是换成这软件之后 反正就是还是 200多块钱能解决的问题 干嘛天天跟那个word斗争 是吧 虽然word word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是一个行业标杆软件 你知道它有什么重要的用途吗 除了排版还有啥 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用途 我们这个行业之所以 年年给office365 不现在叫microsoft305 续费只有一个原因 批注 因为批注很多 在线文档也可以批注 对 那是什么 你们想想 当然批注痕迹 修改痕迹 对我们来说 也是应用最广泛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功能 是任何一个软件 都不可代替的 用任何一个软件 做这件事 我们行业都不承认 叫字数统计 我们业内 就是你这个人 你给我交稿 我们是按字数来算钱的 比如说我们按签字500 对不对 那你写1200个字 那你就得 我拿什么确定 你是写1200个字 其他的软件 也有字数统计功能 不准的 是标准 它是标准的 因为每个软件统计 它都有点差别 对对对 是有差别 你要用那个 叫Screen Winner 它统计叫字符数 它不符合我们对 这个字数统计的要求 字数统计 标准符号 它也算的 但是它统计是叫字符数 那是 如果你用字符数的话 中间比如说 你个别使用了几个英语 那一个字母算一个字符 对 当然 但已经无限接近 那个比较准确了 只要你这个 不是中英混排的过于厉害 但是呢 这个写到合同里 就是以Word的技术 我们的出版合同里写 就是你这个字数 是以Word的统计为准 你用WPS点开 也不是不行 咱可以粗略的看 你写够一千多少字 就是达到验收标准了 但是最后 我以什么给你结算稿费 是最后把你这十篇文章 二十篇加一起 有一总数 这总数谁说的算 Word说的算 Word的写字数统计 这函数的程序员 千万不要改代码 你改也行 就是我们写听手 是用Word的哪个版本统计 有的合同里是写清的 比如我们要用 就是那个Word2007以上 版本统计为准 当然由于这个好像 反正最后大家 也不会真的争那几个字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东西 它就是写在合同里的 如果大家万一有争议 还是要打开Word 看一下到底是几个字 虽然这真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 虽然这个功能 你说它有没有那么重要 也没有 但是它就是标准 大家遇见争议的时候 还非得用它看字数 虽然我从业这么多年 大家从来没有争到 你必须用这个打开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没有真的用过 但是我们最终 比如说我们给作者 统计稿费的时候 就是是不允许用WPS的 倒不是这个软件 有什么毛病 我们标准就是用Word的统计 没有为什么 就是人家出道 也不是最早 但它成为了事实的写作软件 而且这个行业多年用的 还都是盗版Word的 是吧 就近些年终于风气改了 大家都改用正版了 也确实不值钱了 以前是吧 那个也太贵了 好几千块钱也太贵了 现在一年也就 现在都是订阅值 就是我 有时候会预见 那个480还是多 600 什么500多的 反正买一送一 一下就续两年 挺便宜的 不用再装盗版了 虽然Word也真的不咋用 我以为是用那个 审教用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修订 你能看出来谁改了什么东西 谁改了 我也总觉得是这 因为我 我也感觉是用这个 用途可能就是修订 修订我们用的比较多 但是它跟这个没有上升到法律要求 因为我换别的 我把字改的就改的 我也不用跟它争 就是我们现在留痕迹 主要是为了让帮助作者成长 其实你说这个事 它跟法律是无关的 但是能写到合同里面 用啥统计字数的 还得是这个 对 说起这个 我必须来recall一下 我们之前录过写书的那一期 对 一个好的编辑 对于一个作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能够教你什么是一个 非常正式的写作习惯 因为我们大家很多时候 写作习惯是不那么好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回听一下 我们之前关于写书的那一期 我专门请了图书编辑老师 来跟我们去聊这个话题 朱杰老师给大家讲 那我回头我也去 他怎么教这些作者写书 回头我也去听一下 因为这个教作者写书 是个大工程 大家有个电影可以看 天才捕手 看过 天才捕手 这不是一个播客吗 是个电影 真的是个电影 而且是应该是一个 很厉害的作者 遇见了 就是这个作者 一开始也是一个那种 可能乱七八糟的作者 但是这个编辑发现了他 最后成为了一代 这个畅销书作者 这个编辑应该这辈子 也是靠这书能活下去了 那个阿西莫夫 好像就是 因为他的编辑 他才后来 就是能成长为一个 写科幻的超级巨星 OK 对 当然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毕竟我们这个书 这个科普 孩子都是以中短篇为主 这个长的小说 我不会写 对 所以要有一个问题 我相信听到这里 我们的听友都非常关心 你用这种办法 写了多少书了 或者写多少文章了吧 对 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一年只出四本 就是后来我们的速度 就应该是在今年 就准备按十本来了 就大大提高了 对大大提高了 就是这种操作方式 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尝试 因为我前面说的那堆东西 可能是用两三年才完善 才积累起来的 对 因为之前每往前进一段 都发现前面有一个问题 跟后面冲突 工具换了无数个了 我不是一个工具控 是由于工具 真的完不成我的愿望 就现在这套东西 庆幸的是他们都还在 然后这套东西 一直都没失灵 过去好多东西 用着用着就失灵了 你每天得给这些公司 烧几煮箱 就千万不要黄了 对 所以这些我能交钱的 都交钱了 对 你一份钱可能也不管卖肉 一份钱不管又是个新意 交了个寂寞 因为有些知名的服务 就算大家都交钱 最后也没了 对 没有办法 但是希望这些公司 最后都 能活下来 都能活下来 对 不然你就很麻烦 或者说考虑到科普出版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 就是如果他们黄了 就是我的工作就会压力变大 我没有钱请成员 重头写一遍这些服务 所以希望他们都好好活着 最后等我们积累多了之后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本地文件就会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有个习惯 确实我喜欢把一些 就是喜欢读的公众号 就完整的都 拷贝一份 我曾经在一个很知名的协会 由于我当年还没有这项技术 真的是从2010年开始 所有推送都没有保存 特别可惜 就是他在InoReader里面 有一份副本 应该是InoReader 当年缓存的那个网站的 所有的文章 但我至今还没有能力 把从 我看看 竟然他从2010年就开始抓了 因为这个网站很悠久了 所以我续费InoReader 还有个原因 就是有一些网站 已经消失了 但是那些文章 还在InoReader里 虽然图片打不开了 但是那些文字 都被InoReader缓存了 如果小白老师有机会的话 帮我把那几万篇文章 就是下来 这个反而是最简单的 我给官方发了个邮件 我说这个网站的所有内容 我想要 我可以付钱 他说你去试试那个 我一看 那就是只是 这个最近可能一星期的 他可以让我打包下下来 但是从这么悠久的 他就没有给我提供 我的意思是 你说多少钱 我都能给 你官方怎样能帮我导出一份 然后他反正 我估计他们可能 对这份钱 兴趣不是很浓吗 我们做这个SaaS的第一原则 就是不做这种定制化需求 对 他说你可以用那个试试 所以你看 就这种服务 它有些意外的功能 就是这个网站虽然没了 但是我的青春还在那个网站里 我可以去搜一搜 当然这个本地文件越多 就证明我可能 就是以后我的创造效率 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库就需要挖掘了 所以我后来又买了一个服务 应该是个德国的 还是哪国一个软件 我想想那名字 就叫Fox FOXTROT Professor Search 这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帮助你 简单说叫高量搜索 就是搜索工具 特别强调叫高量搜索 就是我试过很多搜索工具 它只能告诉我 就是你要的这个关键字 在哪有 打开一看 里面是本电子书 那我怎么知道 它里面有 好 我就打开了这电子书 再用电子书搜索功能 搜这个关键字 发现里面有好几十个 这就 哇 这就BBQ了 我不能为一个关键字 我一天 我徜徉在几十个文档里 找它这个关键字 在书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高量搜索就很重要 就是它上来就把 所有这个关键字 在哪都给我标出来 当然有一个体验 特别好的软件 就是由于它慢 所以我就不用了 特别厉害 先从屏幕上一个大圆 缩到那个关键字上 体验特别好 一下就把 我要搜那个关键字在哪 恨不得批我脸上 就是用那个大屏幕上 一个大圆 就聚焦在那个关键字上 很快就发现了 就不费眼睛 但是它那个索引极慢 有好几万篇文章 它索引一遍 就反正我得吃顿饭 才能回来 就是索引太慢了 后来就是这个钱也白交了 不要了 那个软件叫PDF Search 这个就是太慢了 就是虽然它iPad版也有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写作 主要在电脑上 它没有iPad版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最后兜兜转转 就是反正上了各种各样的网站 看到国外老外 在各种论坛上讨论 可能在于写作这件事上 这个外国人 可能还是比咱中国人 就更执着一点吧 他们还喜欢写的人还挺多 他们研究这个软件 我还专门找了一些 国外那种写作杂志看看 他们也会推荐一些 这个写作软件 反正兜兜转转 最后我就决定了 这个我的数据库软件用的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Fox 大概好像是100多欧元吧 然后就买下来 现在我就有一习惯 因为我们这个写 这个科普里面 有一个需求 就是定名 就是好多动物内名字 我不知道咋翻译 传统来说 你得先去某些百科搜一遍 当然其实就是效率很低 因为你像百度百科 它里面有些词条 是你用英语搜 它没有 你中文搜才有 中文搜完之后 再用英语 在里面Command F去搜 它反倒又有 它好像对那个 它内容里面出现的英语 不敏感 你只有先知道 它中文名是啥 你才能再用英语 再对照一遍 可是这个钥匙 不就锁在抽屉里了吗 对 我只有通过好几次 才能用这种方法 验证一遍 是叫这个名字 在我日常的积累当中 这些本地文件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最后用Fox Trot 就给它键完锁引之后 其实我搜索就非常快了 所以我电脑为什么 就是说 无论你加这500G硬盘 要几千块钱都可以 反正我要1T硬盘 因为我本地资料 就一两百个G 这一两百个G 搜索软件效率极高 它的键索引 几万篇文章 也就是 不算利等可取 也就一两分钟 非常快 因为往里加速还挺快的 一天就几十兆 一天一百兆 就是增加的很快 但它就是隔一阵子 我让它重建一次锁引 这样的话速度很快 你像用PDF Search的话 我每次为了加几百篇文章 我一顿饭功夫 我也忍不了 所以就是这个 还就是键索引快 然后搜索也很快 我输入关键字 马上就有结果 我点到这个文章 马上知道高量搜索 我在哪 所以其实买的都是体验 你说传统的那种 你知道传统怎么分平吗 就是手中拖过来 这样 没有电脑之前 你知道怎么分平吗 以前是有一个 像水车一样的东西 水车 就是这种水车 大家见过水车吧 就是一个 上面有一些漏斗板 见过水车吧 就是用水来推动 这个水车运转 然后到上面的这个东西 水会化流到一个槽里 槽里再流下来 你就可以取水了 对吧 一个古老的图书馆检索系统 如果你有好几本书 比如你有六本书 你都要来回看 你首先你那个桌子 你来回翻也不方便 然后就有人发明像水车一样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立着的 它大概能放六本书 你需要的时候 你转动这个水车 你看像你们这些见多识广的 不知道古代的这个文献 是怎么交叉来审核 你有六本大簿头 那翻起来是要命的 最后有人发明水车一样的东西 你坐在一个桌前 面前把一个水车 一个在上面放六本到八本文献 你用的时候 你就转动这个水车 它就一转 第一本书就转过来了 你在上面翻翻翻 不对 我想起来那本书了 你再拿这个转过来 你就不至于把那八本书摊到 摊平在桌子上 摊平在桌子上 来回跑了 你就坐在这分屏 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是不是 这辈子你都用不到这个东西 可能你买个这样的文物 也不用花多少钱 以前那个欧洲图书馆 好像这玩意挺多的 专门给学者用的 这个减速工具分屏 你看现在分屏就容易多了 我只需要输入关键字 很快就 就是基本上输入拉丁名 我就很快就知道 这个物种叫啥 因为我会收集 有意的收集一些 靠谱的公众号文章 或者网页 这样的话 我自己就不需要再去 那个谷歌百度 先来一遍了 只不过有时候 这个为谨慎 需要反复的去验证 这样的话 其实就确实是我用了 我基本上就把我们公司 怎么去写科普 就完全的展示在世人面前了 如果这个行业用得到 当然其实我也写到 一个科普的这种理论专注里面 我是一篇文章 所以这就是播客的好处了 其实讲的很立体 因为一篇文章的篇幅很有限 就三四千字 我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 但是其实远不如 我们在播客里聊这么仔细 这么一个流程 因为那个字数有限 你必须精简 好多细节 肯定读者看 他想按着那个来 中间有些部分 他接不上了 而且你在一本 中国的这个 这个里面写太多 国外这个服务 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所以大家可能 知道原理 却不知道工具在哪里 对 光说分屏了 别他们真去欧洲图书馆 找一个那个 回来分屏了 所以我基本上用到的都是 我其实基本上 我们整个的创作过程 都是这样 其实到最后 还有最后一样工具 我就不得不告诉大家 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跟大家公开说过 特别是写中国科技发展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总有一个官宣 这个官宣去哪找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的 中国这些火箭 它什么时候研发的 什么时候上天的 它有什么重大突破 你民间媒体可以去解读 但是你这个话 这有个源头 这有个源头 你说这个靠不靠谱 我不好考证 这个时候 如果我要写大国科技 大国工程 中国的航空航天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官宣的 官宣怎么找 如果我在百度里面就这样搜 或者谷歌里面搜 也是耗入烟海 不说别的 就搜一个中国空间站 就非常多 你要的东西太难了 然后就有一个服务来了 就是他谷歌里面有个东西 叫定制搜换引擎 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功能 可能高级的使用者 你可以会用搜换引擎里面写一个 我限定在哪些网站里面搜索 网站site 哪个哪个 但是我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几大官方网站 央视 光明网 人民日报 有一些官方的几大媒体 我只想要这上面的文章 那我在每次搜索 我不是累死了 我怎么去写 是吧 然后谷歌里面 它可以定制 我的搜索员 我只要这五个网站 除此以外我都不看 这样的话 我写中国科技就方便多了 我输入这些东西 就展示的全是这些权威媒体的报道 我引用它的具体的日期 不会出错 因为民间 你万一就跟我这样的作者 万一一不小心 没核查清楚 1981年写成1982年了 是吧 键盘上离那么近 是吧 bug了 而且这种事不能出错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就先从那个来 但那个来又有个问题了 这个C 这个叫什么CES啥 这个钉子 CSE Customer Search Engine 它跟IFTTG可不连接啊 对啊 然后问题来了 这看起来也费劲 因为每个链接点开都得等 不爱等 怎么办呢 我就说了 那我这个 它一般前十页 它有两种排序方式 一种就是综合排序 一种就是按时间 我一般是按时间 特别是比较新的就按时间 不是按新的话 就是按那个综合排序 这两种 当然你在定义的搜索引擎里 还可以写 可以加入 就比如说你允许它推荐 你定制网站之外的 它认为有意义的 当然我通常都把这个功能屏蔽了 因为我发现结果太丰富了 又有好多来源 我不能确定 好 我就只用 我不需要你推荐了 我就来这几个 然后呢 这个给了我十页 每页上有十篇文章 这一个一个点多累啊 所以我就萌发了一个 我能不能先把这100篇文章下下来 慢慢看 对 还有个软件像什么 MarginNote 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标记什么的 因为我刚才推荐那个叫什么 Screen Winner 它做那个PDF标记不方便 就是你老画反正费劲 其实每个软件都有它的那个不完美的地方 然后呢 你用MarginNote去分析这100篇文章的时候 就很快你能把里面的语句都摘抄 形成一个你要的所有的元素 然后你对这个操作文就容易多了 几号干啥 等于还做一个中间的处理 对 因为它没有IFTTT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我怎么把这100篇文章变成本地的PDF 我对PDF又比较执着 因为啥呢 它很多那种就是缓存下来那个HTML文件里面 那个图片 它那个图片文件 我一分析 它用的好像是一种类似那种CDN的东西 对啊 就是我现在这会儿能打开 万一它回头把那CDN那个文件撤怎么办 对 所以我就是 我必须得给它寸称那个PDF PDF一个好几兆 你看它网页只有几十K 哎 你这图片是怎么加载的 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网页的原文件 这些软件 它难道自己付得起那个 是用买的CDN服务吗 每次那图片打开都能显示 我也想这不靠谱 必须是PDF的 然后我就得琢磨 琢磨了一星期 发现了 我搞不定 那就是求助了我们伟大的淘宝上面搜 什么贷开发 什么就那些 外包 对 但是一看他们好像这个用途比我更靠谱 都是帮人写什么毕业论文代码的 我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需求代码 找一个人 这幅花的应该是800块钱 就帮我把这个弄 其实代码很短 即身行 就是里面什么写 我大概能读懂 就是你让我写 不会写 我读能读懂 就是说怎么去从那取过来 先放到一个Excel文件里 再从Excel里面 把一个一个网页 用那个无头加载的方式 把无头加载的方式 就是模拟浏览器 一个一个 给它先打开 我看不见它打开 但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 用一个叫做 那段全是生物构成的Excel文件 它可以帮转成PDF 存为本地 然后它还有一段是写的是文件名 怎么命名 反正人家考虑比较详细 人家程序员是半个产品经理 肯定给我下来不是什么12345的那种文件名 还都是标题 虽然我提需求的时候没有 但是人家给我的时候 已经把文件名考虑好了 最后还给我一个导出一个Excel表 告诉我这些文件 如果你有兴趣 反正我给你列出一份Excel表 它们的标题和链接各是哪 你有兴趣 自己再点一遍也行 这个就特别好 这段代码值800块钱 那还挺值的 对 他中间他说反正写一天 调试一天 又给我 我又给他反馈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教掉我怎么用 远程帮我安装一下那个东西 然后呢 对 像我这种这么笨的人 我买的时候是在PC上跑的 一度这个不舍得卖PC的原因 就是这段代码 我不知道怎么移植到Mark上 后来想这个问题不行啊 我是一个有All in One思维的人 我不能忍 所以花了一天时间 把那个代码 要花了800块钱 没有没有 我自己研究 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录了多久了 终于出现了我自己的代码过程 我终于写下了一些代码 把这个从PC一直到了Mark上 要不然能收出无头浏览器 这种东西 那肯定是得有研究 对 我肯定既然花了800块钱 我写不出来 我自己研究一下这代码 这每一行写的是啥意思 是吧 用Python写的 然后我自己也知道 怎么安装环境啥的 反正就自己弄了一遍 然后我弄清楚了 总之是借助了其中一个服务 把它转成PDF的 自己也曾经寻心勃勃的 想把这段代码改一改 就是用在别的地方 都失败了 唯一成功的就是 从PC一直到了Mark上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就是告诉我 就是在Mark上重新安装 那个转PDF那个软件 然后告诉这段代码 转PDF那个软件的地址在哪 然后弄几遍 它就正常了 其实本来我想利用这段东西 就是把我几个 觉得还不错的网站给排下来 但是几次都失败了 反正这个 就我整个就这么多 希望如果说有能力 帮我们就是all in one代码 有兴趣 有知知识 我最近已经骗了一个 我以前的一个 不算学生的吧 也是学计算机的 偷问我有什么需求 可能就这种 即将毕业的人 也想磨刀祸祸课试一下 就说回头就按这来吧 我就把这节目 再啥时候播了 我就扔给他 我也省得冲头写那个文档了 这个就差不多 就是我们的完整了 对 接下来时间交给小白 我得让小白点评一下 图老师这个看似粗糙 实则在他能实现的范围内 非常精巧的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图德老师 最大的一个好处的点 在于说他真的会对于这种 效率是有追求的 因为我见到的最多的人 他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说 他不知道怎么识别问题 他的问题是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他不觉得我的时间很重要 他不觉得我的时间很重要 所以他不会去寻求解决方案 图德老师不管是说中间 去试很多的东西也好 然后去自己研究也好 他始终说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他意识到说 这个东西是问题的时候 那他就不再是问题了 因为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办法 去解决它 要么花钱 要么找人 对吧 然后最后我就可以获得 一个更高的效率 来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思维 也是我们说工程师思维的一个体现 工程师追求的这种极限的效率 我们为什么懒呢 是因为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 在那些重复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通过写代码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图德老师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 可能看起来没那么直观的感受到 是说很工程师 但他最后的底层的诉求也好 他的逻辑也好 其实是一致的 当然我觉得 其实包括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像多维表格也好 近几年我们看到了这样大量的一些 能够自动搭建一些 很简单的工具的产品的出现 其实对于图德老师这样的 有一定的想法 但是我的编程能力 我没有那么强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它可以让你把过去 完全干不了的事 我多少能解决一部分 然后我之前我还发过一条推特 我说Notion这种东西 有个最大的好处是 它可以成为创业者的乐园 就是我可以拿这种东西 搭出一个小的demo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给代码化 对吧 我这个demo可以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然后我的所有用demo的人 都可以变成我的客户 在图德老师这个场景下 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有一套 我运行的非常好的一套系统 我这些信息进多维表格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部分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 有个人帮他把这个东西 从多维表格变成一个 数据库 对一个生意数据库 然后他可能把一些周边的功能再连接上去 对 包括他那个如何点完收藏就自动进来 其实你会写一台代码就很简单 对 因为像InnoRail它是有接口的 你是可以去爬这个东西的 对 我也想过 就是由于我们其实过去有几千个网页 当时是没有存本地的 我也曾经想过把这么多链接 就是我给一个人 然后他呢 因为我买的那个翻译 其实他也有API接口 如果有人能帮我 就是说从那个里面 就是从我那个给出了几千个链接 他帮我 无论用什么方式 下载 然后完事之后 用那个API 形成一个中英对照 如果这个网页还不变形 就更好了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本地文件 这样的话 因为我现在 也确实存在这需求 之前没有这个流程的时候 那些网站 那些网页 其实都没存呢 我也没有勇气 把几千个 用人工再来一遍 其实我想的就是机器 但是我研究一下那些API 我觉得我也确实搞不定 这个我也愿意付费解决 我这都是可以愿意付费解决 只要价钱不离谱 小白 像现在流行说的那些什么 低代码啥的 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土豆老师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就还是回到最初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定义 低代码这件事 我这个一顺无代码了 对 因为你其实仔细想想 FTTT 它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这种低代码产品 对 它把不同的服务串起来 然后提供一些最简单的触发器机制 然后把数据在不同的业务当中流转出来 这是一个最早期的 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市面上的这些低代码产品也好 无代码产品也好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 不管是能力也好 还是他们能够支持的逻辑条件 也都越来越丰富了 这其实对于说追求效率来说也好 还是说追求性能也好的 这些可能不擅长编码的同学 对大家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可能的问题的点在于说 一个是开放性 对 国内的很多的产品是没有这开放性的思维的 没有API 对 它就压根我就不做API 对 就是都是各干各的 对 我就有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们随便 对 反正我是不给你开放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理由也好 这些逻辑也好 都好做 但是别的不好做 换句话说 FTTT它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就是它已经把国外那些最常见的 能接的它全给接了 对 只要这些业务还在活着 它就依然有它的价值 对 大家也都愿意为它付钱 但是国内的 大家你真做了一个发言说 没的可及 我说我想自动发个微信 不好意思 微信不支持 你说我想自动发个微博 不好意思 微博不支持 对 什么都不支持 然后大家在这个领域上就 比较难干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时候 D代码主要集中在一些 偏企业内部的场景 因为企业内部场景 它反而是自己开发的 那你自己开发 你自己对接 但偏外部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问题 对 我看现在D代码 基本都是表单 数据分析 就是面向一个专门领域 对 或者是内部系统的东西 而不是面向一个开放环境的 异构之间的混搭 对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做这个 那真的很值得去抄一抄FTTT 人家做的真的是足够好 我对D代码是很有兴趣研究 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D代码不一定活得过这些服务 你这些服务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而且它中间从来没出过问题 我用这几年 他们谁也没有给我再倒过乱 我用可能时间表长磨合完 但是磨合完之后 他们没有一个掉过链子了 但是国内的产品 我最大的担心就是 我还没干啥 它就掉链子了 它就慌了 你还没慌 它就慌了 对 你像我们这个时间才几年 是吧 弄不好 它还活不过我 这个就 我天天去研究那D代码 我多累啊 就是我愿意为这种成熟服务就付钱 对 你要多少钱 你告诉我 只要不离谱 因为你是一个广泛服务 不可能收好几千美金 对吧 我买过最贵的本地数据库 也就800 800块钱吧 因为它 可能是要税 反正它写100多欧元 最后付的时候是850人民币吧 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个量级上 我都能付钱 时间也一样宝贵 是吧 研究代码了 时间用来多写几篇不好吗 对 其实这块也是很多时候 大家再去 包括我跟上 我们在做独立开发者浮发器的时候 我们再去跟大家去提的 就是 你不要去做这种定向的需求开发 你要有一点产品的sense 你要把这个东西往上抽一点 你要做的是一个更普适的需求 没错 它一定不要做成专业的东西 你比如说 就土豆老师这个需求对吧 你把土豆老师的需求解决了以后 你让他研研究 身边有没有有类似需求的人 对吧 把土豆老师的方案 变成一个解决方案 你们俩一起合作 这个玩意什么 这叫科技科普图书 出产解决方案 你们俩一起去卖这玩意 互联网加出版 其实我这个东西理论上 由于我的这个选题生产能力很强 啥意思啊 就是什么值得写 比如大家都上过诗本值得买 对吧 我其实我做成一个个人的 什么值得写的一个服务 其实有非常多科普作者 需要这项服务的 因为他没有时间做我这个工作 因为我是一对多的 我们公司是有能力说 我一个人面向二三十个作者 向他们派活 然后同时他们写的东西 我还有用 通常科普作者都是单打独斗的 然后呢 出版社的编辑 他也不可能做这个工作 就他都恨不得作者 都已经写好这本 当然不是这么说 他还是要跟作者沟通了 但是他希望就是你作者 大家不要误导了 你可千万别写完一本书 找编辑 这本书一定出不了的 这是后话 我只是说 形容说这个编辑 恨不得这作者 直接写好一本书 编辑也不可能做这个工作 我相信国内 就是做我这个岗位的人 不会特别多 因为他没有什么价值 他生产出的价值一年 也就是七位数 而且前头这个数 不会很大 所以一个几十万的时候 不可能会说 大家有兴趣去研究 你可能也不会恰好处在这种组织里面 就是国内做我这样的事的人 可能不会超过十个人 我对这个行业很了解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做一个选题分发 一天有至少四个小时 花在浏览新闻上 而他的工作人面向几十个作者工作 这样的人不多 因为传统媒体也不用这么做 我把选题派给作者 你自己搜资料 关我啥事 这个事是作者要干的 你作者要干的 然后你作为图书编辑来说 你作者都已经写完这一整本了 这个过程我也不关心 而公众号来说 那可能是唯一一个 就是干这个事的 这个工作的一个人了 另外他可能也是 充满一批有创作能力的作者 他自己就发现了 我就在这个领域深耕 我在那个领域深耕就可以了 就是说流程上 跟我完全相似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我这里面 唯一一个服务就是在于 科普作者 其实他是需要 就是他在写什么的时候 给予一个支持 他自己大海捞针也很慢 另外他可能也缺乏灵感 而我这个里面 其实是一个灵感库 就是他在里面 都可以迅速找到 他可以创作的素材 其实是给作者赋能的 对 就是作者 当然了 我就怀疑科普作者 也没有钱买这个服务 也不会有几个人像我一样 能花八百多 买一个本地搜索 但如果他利用你的选题库 写好文章 稿非分成呢 那没问题 我现在做就是这个事 对啊 就是也不用分成 我就直接给你钱 因为通过我选出的选题 你写出来的我都要了 就是我就给你钱 我一个月每个月 稿费要付将近一万块钱 然后这些稿费 等他出书的时候 我会给他再分一次 一开始按这个 就是固定稿费 后面反正出书 给一个二次稿费 如果这 如果这个 这篇文章不小心参与了 一个钱比较多的 一个事 我就给他按一篇 比如说 在双倍或者三倍 就再付一次 总之我们是一家良心公司 每用一次都给你一次钱 这样的话 这些作者呢 他也并非是知名作者 但是他们可以乘上 我们的这个出版快车 很快就拥有了 个人的著作 OK 其实是多赢的 就是我付的稿费 也不用特别多 我不可能每个都去 请大牌作者 我请他们 请不起的 请不起 我从头培养作者 我也很累 而且可能大牌作者 还有自己的想法 对 他有他的想法 我也说不过他 因为做科普的脑子 都比较好用 虽然说钱不是很多 但是能干科普的人 脑子都不会太差 你跟他们合作很困难 所以我不得已 我都是从很多小白开始培养 从小白开始培养 对 这个名字占尽了便宜 所以我这套东西 其实唯一能面向就是 比如说你出版社购买 其实他 大家看过 有一个美剧叫新闻编辑室 里面有个镜头 就有个人 其实是坐在一个电脑前 指手选题的 他不停的去看 滚动的一个东西 看什么东西 值得报道 值得深度报道 我做的事 就是屏幕上滚动的东西 我不停的向上面发 其实我的微博 半只赌道 大家可以看 我每天至少发五个 值得写的选题 有的人还私信 能不能把链接给我发一下 我想看一看 我就会发给他 我们这个行业 还不是很排他的 谁问我都会给他的 所以我这其实是 不小心建成了一个这种 可以服务 不说多或者少 我觉得我服务100个作者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这里面 每天产生的东西太多 我也写不过来 我也不在乎 你们谁管我要 我都给你 况且这一篇文章 我把事实给你 你写你的 我写我的 咱俩谁也不碍事 对 其实这是围绕一个事实 对 就是咱俩都是一个事实 而且咱俩绝对写出来 反正要么风格不一样 要么咱天生加速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是一个可以提供 至少100个作者 买我这个服务 是不会出现太大冲突的 所以我认为 它是可以做这个事 对 其实对于很多的传统行业来说 都是需要这样的人 来去和你一起做的 因为可能比如说 现在这个事 你手动去做 你说我一天做20个 我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说 有一个程序员 或者工程师 他能够和你一起 把这个事 给更加的高效 或者说 他把里面的一些卡点 给解决掉 那这个事 可能就被放大了 5倍的量级 那对于头头老师 也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收获 然后对于这个程序员 本身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其实在互联网 大家卷到 现在这个时刻 对吧 整个行业本身 也在发生一些巨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一开始都认为说 计算机是一个 赋能传统行业的 对吧 我们早很多年 我们都在说这个词 互联网加 互联网加 但回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说 因为大家都在急着 去赚快钱 所以我们都加回了 庞氏骗局 我们卷起来了 对吧 我们就加回了 这些社交领域 然后大家都在 抢这个事 然后到最后 大家就一起卷死了 反倒是真正去做 互联网加的那批人 其实他们通过 在这个传统行业的深耕 去帮大家去做好 这些传统行业的服务 能够帮助到 像佐藤老师这样 能够梳理自己SOP的人 去做出一些 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 对吧 真正去啼笑 这个才是 更适合我们的工程师 去做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把工程师也好 我们把计算机也好 真正意识到 我们是一个工具 对 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人 没错 对 我们是能够让 跑步的人跑得更快的 我们是让作者 写字写得更快的 我们是让他开车 开得更快的 我们是让大家 过去只能一天干一件事 我现在让他一天干十件事 他赚钱了 我也赚钱了 对 这才是我们真正 大家要做好的事 对 其实由于出版业 说实在的 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夕阳市 落日的行业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说 大家在这里面 完全没钱赚 只不过就说 大家想那种爆款 一口气卖几千万册 那个确实 那个别现象机 但是像我们这种慢慢搞 我们从16年 公司成立到现在 刚刚6年 我们现在就是说 熬过了疫情 熬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反正是日子 反正越来越不难过了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书 它每年都是长销的 就是每年最早一本书 到现在一本书都有卖 所以每年对账 就是我们像滚雪球一样 其实搞不出还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这个服务 完全我认为 如果有很多出版社 过来采购 或者有很多杂志社 过来采购 我确实能服务更多的人 因为我这就是一个瞭望台 对 感觉是 你是一个信息的搜集 就是在我这用 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太浪费了 就是它完全可以服务 我觉得至少100个人买这个服务 100个人每人 如果它是个脑袋灵光的人 我觉得它出5000块钱 它是可以的 因为很快就把钱赚回来了 因为5000块钱稿费 对于优质坐着来说 就是几篇文章的事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写商务稿的人 这一篇就回本了 就是如果有很多 就是其实买这个的话 你算一下 如果1000个人 每个人出5000块钱 其实这个玩意儿是一年 我觉得从这个开发 和我这个分成的角度讲 我提供的是这个选题思维 你们去写 然后呢 这个如果是分成 我觉得这事是有钱赚的 而且科普作者 在国内这个队伍呢 也是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其实有很多从业者 他们只要是 能每个月都能领到稿费的这个人 他一定会意识到 就是这个钱花的还是挺值的 所以我是不是忽悠到 各位老师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帮 帮你写稿 不是写稿 搞这个服务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因为我听下来 就是昨天老师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用稍微写一点代码 能够解决的更好 代码量也不是很大 可能唯一的就是 那个Internator 他去用Web去转RSS 这一步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 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办法去解决 其实都还可以 其实你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咱俩私下聊过 你做的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就是海外成熟的 大型的媒体公司在做的 就是他们会在内部搭这么一套系统 我所知道像纽约时报 他们内部就有这么一个系统 他的实践思路跟土豆老师思路 几乎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跟朱总描述过这个东西 今天是第一次在播客 无论是我自己的那个都没有说这么详细 第一次详细的在某档播客里 完整的叙述我们这个创造流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海外成熟的经验 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产业链 生态一些特点 把它重构了 做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我倒是觉得挺好的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说让土豆老师秀一下 我怎么不懂代表搞出一套东西的 这不是主要目的 这不是主要 因为我也确实不擅长这个 对 主要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有很多消息 就是互联网什么大厂内卷 甚至说裁员 最近你看闹得稀稀量量的 大家也觉得 我一提35岁 我就自己开始掉头 我何去何从 这些程序员们 我们公司倒是活得不说好吧 因为虽然没有饿死 但是想干啥干啥 我们对 其实往往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 不能说活得很好 因为这几年的情况 反正也不太好 但是你说离饿死 那还是远的呢 他饿不死 那你何必在这种传统的互联网公司 去做这种零和博弈呢 我秀一下 我这个八月份 就是我们不用向任何人请假 就是一高兴就带着我 从7月8号开始 已经玩到了8月5号 我不用向任何人请假 玩到祖国的西南西双版大的时候 碰见我们公司唯一的同事 然后他对我这个进行了一番 当面催稿之后 大家就又分道扬镳了 他干他的我干我 我们公司致力于消灭沟通 就是我们的所有群 是为了闲聊而生的 而不是为工作而生的 就是我其实我们会有一些 这个长期的合作者 我比较关心他们在干这件事 高不高兴快不快乐 因为啥呢 你不写我就换个人写 因为我也不是吓唬你 因为这个稿费不多 对吧 我通常是比较关注 他们在这件事获得的快乐感 以及获得感 就是他比 价值感 对 因为我付的稿费并不高 付的高的话 我们这个商业模式走不通了 账算不下来 我也甭干了 虽然我给他付的钱少 但他很高兴 因为很快获得了个人著作等等 这些可能很多人奋斗一辈子 天天琢磨 我想出本书 到老了他也没出成 到我这儿了 手把手交汇了 这边给着稿费交 写成垃圾我都要 我就是亲眼见证 很多人从写一堆垃圾 到变成了我们这个核心作者 主要是源于 我是一个不会写作者的人 就我都觉得 如果我能写 这地球上都能写 就是是一个真正的作者困难户 所以我就给很多人 这种超长的时间 你只要愿意 你前面写了20篇都是垃圾 我稿税兆付 这就万把块钱了 但是我不在乎 你只要最终能成长成作者都像 所以我们是一个就是说 还比较关注 这个活得好不好的一家公司 但是我们公司也不招全职员工 没有意义 聊这个 再招一个就破产了 但是你看 我们能不能通过卖服务再赚赚钱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主要还都是在自媒体方面赚点块钱 发发微博 所以你看现在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这些内卷 我总觉得大家是都是焦虑于自己眼下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在开发这个互联网的系统 我在搞这个外卖 我在搞这个打车 但实际上在传统领域还有大量可以去解决的 而且亟待去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不光于此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于说 过去我国的互联网 从完全几乎没有到现在的崩波发展 中间产生了大量的 我们说富豪也好 财务自由的人也好 它让大家会觉得说 丧虑了 我在这个行业 我就应该财富自由 对吧 但现实是 我们清醒了 那个事本身是一个异常的事情 现在只是了回归了常态 对吧 它现在才是真正意识到说 大家说 OK 技术是为了去赋能各种传统行业 是为了让大家的产业能够升级 我是给你挣块钱的 对 它不是说让你去 好我搞一个平台 我圈一块地 然后我财富自由 那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产物 那更加长期的 我们真正看到的可能是说 互联网真正的要去 深入到每一个行业当中 它要去和这些行业的专家一起合作 然后去产出这些 能够造福这个行业的东西 对 如果我们发现 有朝一日 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传统行业 大家的数字化 对吧 全部达到了百分之百 那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说 那可能真的是我们把这些成员 才是真的没工作了 但是几乎很难 因为它还有不断 有新的产业涌现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数字化 我们已经不满足了 我们那时候可能想要的是智能化了 是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 就是我们写作这个行业 也不复存在 这个比较难 土豆老师 我跟你说 现在有AI写的那些什么新闻 他只能写事实性报道 他写不了观点 对 实际上写作还是一个 作为一个脑力劳动 他会一直存在下去 就我是这种观点 对 所以我建议这些 现在焦虑的我们的这些程序儿朋友 毕竟咱今天的编码人生节目 更多的 还是面向程序儿朋友 我建议焦虑的大家 是不是可以抬起头来 去看看 在我们的传统生活当中 在街头巷尾 有什么 可以用技术 把它变得更好的事情 能够去做 对 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 如果您有编码能力 又觉得我这个问题 您又能解决欢迎联系 我觉得可以 是吧 比如咱就从解决土豆老师的 这个小需求 来开始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主要是 首先呢 我这个单位跑通了 应用了两三年了 就是我不需要把这个需求 通灵大开 对 我不用从头跟你说一个 那个不靠谱的需求 运行一半说 咱再改一下吧 不用了 我这整套都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 大家不要每天焦虑于内卷 焦虑于裁业员 焦虑到我35岁去哪 而是说利用您手里的技术 能够找到它真正的价值所向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对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 编码人生的节目 土豆老师前面聊了这么多 小白和卫星也聊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是这一点 就是传统行业有大量 可以去解决的事情 甚至像土豆老师不懂代码人 他都解决到这个程度了 你不觉得他大大的提升了 出版的价值吗 他说用这个技术写了15本书 几千篇文章 这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如果我用手去搜集这些资料 它首先会出错 第二它提高不了这个效率的 对 你会发现 你在互联网大厂卷着的时候 你想得到这些事吗 你想不到的 对 你可能每天都在跟产品丆利开会 你想的就是这些事 但是如果你走出来 甚至说哪怕听听我们编码人生的更多节目 对 可能你都会有更多的灵感 是 传统行业的朋友 如果你就是使用了更多的代码思维 可能更多时间就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了 这也是一个思路 对 那都提高效率了 而且你出门一定会激发出更多的灵感 因为你出门就是对于创作是一个输入 对 所以大家也多去拥抱代码编码的一个思维 这个思维我觉得很重要 对 行 那我们的这一期编码人生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 找到了我们编码人生创办以来 唯一一个说不写代码 甚至我觉得这期可能聊的都比之前的节目甚至更加精彩 对 很有意思 就是跨界的这种碰撞很有意思 因为大家都听烦了程序员跟大家唠这些跟程序相关的课 对 今天咱们真夸一把 让大家感受一下 可能我们觉得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非常多很大的问题 对 行 那我们的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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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官网DAO.fm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天金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感谢大家